我們來看一下雙層膜的包企 胺層膜的包企後面有注記 有沒有印象? 我們說它是內膜系統 它可能跟蛋白質的加工有關 一個流程 雙層膜的包企也給它一個注記 它們都是內共生包企 有印象什麼叫內共生嗎? 我們有沒有談過 我們對業力體和內線體的猜測 它們可能是怎麼來的? 有印象嗎? 被突然進去的什麼樣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線索呢? 我們來補充一下 有一個女性的科學家 她提出了一個想法 就是說 膝膏當中有一些構造 會不會並不是她自己演化來 而是她從外面吞進來 不然沒有把它分解消化 繼續在這裏面呢? 就業力體和內線體來說 有什麼證據讓我們懷疑它曾經是一個獨立的細胞 而且曾經是一個獨立的有核生物呢? 這樣問題 來看那課本上面的業力體和內線體 你看到了什麼? 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她們曾經可能看? 對,她有自己的DNA 對,她有自己的DNA 幾號呢? 10號 10號對不對? 12號 好,對 1,有自己的DNA 1,有自己的DNA 2,今天加在這邊好了 12 好,還有沒有喔? 下10號 有自己的核糖體 很好 這兩件事情是最重要 謝謝這兩位同學幫我立刻提出來 為什麼最重要呢? DNA就是有自己的藍圖囉 哇塞,你是個包器嗎? 你居然有自己的藍圖 好,接下來你還有自己的核糖體 哇塞 你連把藍圖做出產物的工具你都有 你連工廠都有 哇,那你真的不像是一個包器 好,這兩個最重要的特質 同學你提出來 還有一些資料的特質 我們可以再看看 圖上面請看,看得出來 有自己的DNA 而且DNA 有沒有人可以? 有自己的外膜 有自己的外膜 有外膜真是很重要 雙層膜是一個內工生的證據 對不對? 好,為什麼呢? 你可以再產生一下嗎? 因為? 因為? 要不要把自己出錢 環到好幾個 對,那個是 你可以講為什麼它有兩層膜嗎? 它被... 被磨磨磨 對,對,沒錯 一個是它自己的 一個是外面的 生物層它的膜 那幾號呢? 6號 我剛剛掃一下一位是? 28 28 28跟6號 沒錯 它有雙層膜 裡面那層 不就是它自己本來的細胞膜 畫面那層 不就是吞噬它的細胞膜 還有喔 那提示你們喔 DNA上面還有一些不一樣的 跟我們的真核細胞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說明它是一個獨立的細胞 還可以說明它真的是一個圓核細胞 有什麼不一樣呢? 用環狀 perfect 幾號? 20 20 它是環狀的 它不能有自己的DNA 而且它的DNA是環狀的 我們真核細胞DNA是現狀 頭尾箱接著環狀呢? 細菌才有 好,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症菌蛋 對你們來說太細了 我們先看這四個 所以我們知道液律體跟立腺體 我們強烈的懷疑它們曾經是細菌 好,這件事情要先keep it 然後我們再特別來談 那液律體它曾經是光合細菌 它功能現在會是什麼呢? 立腺體它曾經是一個耗氧 液律 分解有幾乎放出能量 是因為它現在功能會是什麼呢? 好,我們就個別來看一下 立腺體 液律體 先談液律體好了 一 一起談 好,先來看它的構造網形它還有功能 好,液律體的話呢 我要畫雙層膜 兩層膜我都用白色的筆畫喔 這兩層膜不會是綠色的 是透明的 用它的外膜 好,可以大家注意一下我拉線標示的方式 比較重視的是我們拉平行線 斜線在平行線出去這樣 盡量多拉平行的 我說不能拉平行就會這樣 好,然後有個地方我們要綠色來表示 哇,這是我幫你長處了 橫地擺的地方讓我們掃心悅夢 用齊全 只有這個部分是綠色 大家可能覺得整個植物是綠色 不,只有植物的葉片或嫩嫩的金是綠色 那真的植物的葉和金是綠的嗎? 不,只有它們的葉肉、肌肉裡面的葉綠體是綠色 那整個葉綠體是綠色嗎? 不,只有它類綠 葉綠體的類囊體是綠色 楠 太難寫了你自己寫齁 類囊體 因為類囊體上面有光和色素 所以它是綠色 它是一個膝光的部位 好,其他的部分呢 像這邊 這是葉綠體的基質 負責其他的部分的代謝功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葉綠體這個包氣有什麼功能 大家可能都背得很熟了 就不用提示大家了 光和作用 和不是和平的和 是合成的和 因為光和作用它可以把小分子無機物合成較大的有機物 所以這樣嗎? 可是葡萄糖是一個高能量的有機物 二雅化它跟水是低能的無機物 從低能到高能,請問能量哪裡來? 光 對,所以光和作用就是 藉由光把小分子低能的無機物 把能量存進去 變成一個高能的有機物 氧氣呢,是光和作用的廢集 光和作用排出來的東西 這個光和作用最大的意義 大家通常只想到 它可以讓植物體自己合成有機物 可是這不是光和作用最大的意義 意義的部分我們不談 反正我們今天就會看到 一支三 你覺得光和作用對全地球上的神文來說 最大的意義會是什麼呢? 好,我們今天就會看到 所以這邊先簡略帶過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葉律力泄體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在講包氣而已 我不要過度解釋了 立腺體一樣有個外膜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它的內膜呢 有很多的皺褶 好,那內膜中間呢 好,那內膜中間呢 這些液態的東西呢 我們稱為機質 大家想想想看在生物體當中 我們如果對一個地方產生很多的皺褶 我們目的等的是什麼? 增加,沒錯很好 增加它的一個表面積 表示這個內膜上面一定有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希望它越多越好 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內膜跟機質裡面 其實都有呼吸作用的 許許多多的 課本是寫酵素嗎? 還是寫載體? 課本寫酵素 好,那我們就寫酵素 不進來,不過先這樣了解就好 好,還有一個特殊的部位 在外膜跟內膜之間 我們叫做膜、肩、腔 它扮演什麼功能呢? 現在還不需要知道 如果你們將來是三類組到高三 你學植物的時候就會學到了 好,整個立腺體 既然它是光合移移的細菌,曾經 那它現在的功能一定也跟 耗氧意義有關 一定也是用氧氣 然後把有機物分解放出能量 這叫做油、氧、呼吸 不要只寫呼吸作用喔 立腺體它負責的是 在氧氣的存在下 把有機物充分的分解 能量充分的放出來 譬如說 我把一份子的葡萄糖 把它氧化 然後我們就會丟出很多很多很多的能量 葡萄糖就會變回 低能的無極物 這樣 我們可以把外面的光帶到有機物裡面來 然後有機物順子食物鏈傳遞到我們的身上 我們再把有機物的能量透過有氧呼吸放出來 這樣我們的細胞就有能量可以用 這樣我們的細胞就有能量可以用 好 還有什麼問題 我來開一下圖片 謝謝 小老師 你們會有什麼臉紅紅的啊 跑步了嗎 喔 好 那就好 因為我擔心大家都沒體育課 第一節就沒體育課 然後連連一定這樣 就會想說 該不會你的膽固醇跟我一樣 我還好健康喔 我也是欸 有時候我來學校很傳統 很不傳統 中正經常就把他下車 然後就幫他跑過來 但重點就是要穿排汗衣 排汗內衣 排汗衣 排汗布 那這樣才不會臭臭的 但我們那個年代 因為排汗衣這種東西的時候 每天都都帶進來學校換 現在很方便 好 那我們的立腺體跟葉綠體 先講到這邊喔 那我們來看一個無聊的名詞 17頁 各本的圖 幫我看一下 內囊體跟葉綠餅有什麼不一樣 超無聊 頂囊體是指 第一個 葉綠餅是指 很多的 很多的 記得喔 要送一家太陽餅要送一盒 送一個的話就是太陽囊 好 等一下我們會用那個投影配給大家看一下 真實的葉綠體 真實的立腺體長什麼樣子 在意量的下面 它好快喔 我對你的新的投影感到極度滿意 請問這一顆是什麼 有能認得出來嗎 真正的立腺體 有看到它的內膜其實非常的折皺 這是立腺體 還有外膜 內膜 好 這樣 好 然後有趣的是 立腺體跟葉綠體的分路位置是很自由的 沒有能限制它們 你看它自己會把它往前 這邊是什麼地方呢 這樣皺在一起 上面還有一顆一顆的 來看這什麼地方 跟我們刻文化的實力整個不太像 這也有點像 就是你看它跟皺皺起來 然後上面有一顆一顆的 粗糙類子王 每次它跑到粗糙類子王的旁邊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欸 好玩 那再看另外一個包器 這不是葉綠體的主體體 這是誰 美國 喔 好厲害 有人馬上講出來 這是高肌勢體 有沒有 這個跟這種話就很像 好 高肌勢體旁邊還有短短的這個東西 是誰呢 這你們可能會覺得 其實這剛剛看過 有沒有看到誰嗎 這是立腺體 可是它是快死亡的立腺體 它斷成一節一節的 你們覺得它很短 高就是很長 這可能它快要死了 然後變短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老的立腺體會長這樣 好 但是好像 這顆又是誰呢 葉綠體 所以類囊體 它的葉綠體 基質長什麼樣子 其實蠻好玩的 當然有點有趣 然後每個類囊體 葉綠體之間都是相通的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介紹兩個 非魔狀的包器 這是一支二支最後的部分 趕快找找看課本 到底有哪兩個構造 是非魔狀 我不知道現在還沒有講 中心壁體 還有呢 核糖體 好 我們先看圖片 再寫版書 先來講中心壁好了 翻到課本的 二十頁 二十頁幾天 他叫客人下面 有畫一顆細胞 在這顆細胞核 細胞的細胞核旁邊 是不是有一組 像吉他棒一樣的東西 誒 你們有聽過吉他棒嗎 好 還是卡里卡里比較多 卡里卡里太老派了 是那樣 好 這是兩組那個心情注重的東西 而且這兩個會成垂直 有的時候你看到有些圖片 我畫垂直 但其實它是垂直 它轉這種角度 兩個一組 這個東西叫中心壁 這是模型 你們可能覺得它長得很假 這也是垂直喔 從某個角度開始垂直 這個東西的功能到底是什麼呢 還有它真的長得這麼漂亮 這麼機型嗎 還是我們想像出來 不是我們想像出來的 你看 這是EM Electron Microscope Earth 電子顯微鏡的主要 就是長這樣 九速三連微管 123 123456789 很漂亮 所以它真的就長這樣 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先來看課本提到的經典功能 我們 這張圖我們曾經看過 可是那時候我們的焦點是帶染色直和 染色體 有一樣嗎 現在我們的焦點不一樣囉 我們焦點要放在這裡 這裡有一組中心體 每一組裡面有兩顆中心體 可是在細胞分裂前 生長期的時候 這個一組中心體變兩組 兩顆變四顆 這兩顆和這兩顆 它們會慢慢的跑到細胞的兩端 它們要幹嘛咧 它們就像釣魚竿一樣 牽著這個釣魚線 仿錘絲 仿錘絲會附著在 複製好的染色體的兩端 它們可以幹嘛 拉開 協助 複製好的染色體 分離到兩個子氣胞 所以中心力對於 細胞修裂的時候 牽引仿錘絲把染色體拉開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你們課本寫得超簡單 我們待會會寫版書 課本寫在二十年最後一堂 其功能 這樣 必須要沒有關 搞定 那你們要知道 我們在前往隨時 把人家在這裡拉開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不會搞的 中心力真的就只有這個功能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這張圖想要講什麼 可以你們兩分鐘自己感覺一下 上面這個central 這個叫做中心力 中心力有兩顆 mother跟daughter 所以一組兩顆 然後它會在細胞口的打背 這個是我們認識到的中心力 下面那個呢 有時候中心力不是一直兩顆存在 有時候是 而且有時候中心力 在一支細胞中也不會只有一個 也不會只在細胞核的旁邊 你們知道它可以操控什麼嗎 這什麼 一根根叫做 很多根根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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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毛 一根根叫做 鮮毛 鮮毛 所有有鮮毛的細胞 下面都有類似中心力的構造 所以中心力不但牽引 細胞內的運動 還影響細胞外的運動 很有趣喔 好 怎麼運動呢 看一下 這是一根鮮毛 這鮮毛下面有一個 跟中心力非常類似的結構 因為它其實就是中心力 九速三連微管 然後呢 它上面相連的就是鮮毛 鮮毛的結構切開 九速二連微管 中間多兩根 當中心力它的微管蛋白 這樣子動的時候 上面鮮毛就會怎樣 鮮 鮮 可以想像嗎 所以所有的鮮毛跟鮮毛 都是由類似中心力的 這種叫做 Basal body 肌體所牽動的 對 所以中心力這種結構 在細胞當中 它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角色 那你覺得 我們人類會有鮮毛 或鮮毛這種東西嗎 老師你不要講那種 細菌啊 什麼嚴重 我身上才會出現多數 沒有沒有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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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是絨毛 絨毛它基本上是細胞圍起來出奇 出奇的東西 絨毛的大小一邊毛 鮮毛大概大個幾百倍 對 再猜一看 氣管對好厲害喔 氣管有鮮毛來加一個 你是幾號呢 那這樣如果 噢 這樣你看我這個肌力為力 所以你們真的可以繼續問問題 錯誤問問題的 錯誤問問題的 鮮毛 對我們的氣管都有鮮毛 把彈液感上來 還有 鼻毛 鼻毛的話 它是角質蛋白細胞的多肌 鼻毛會比鮮毛大的一百倍 不要小同學 不要小同學 對 鮮毛有趣是它會地擺動 但是我鼻毛如果自己擺動的話 你就會想要出鮮毛 對 沒有什麼 因為絨毛鮮毛跟鼻毛 對我們這連結來就擺出來 嗯 太猛了 好 直接告訴你們喔 男生的精子就是鮮毛 一模一樣 還有 不要講 我們的卵巢的疏卵管 怎麼樣把卵引導過去 來來來 這樣子把引導流過來 所以我們身上有鮮毛跟鮮毛 是都多的是 好 好 甚至 我們可以用它做分類 這張圖鎮超可怕 這是我們不同生物的中心體 兩個中心體在裡面 然後呢 這是鮮毛後邊毛的基底 貝蘇瓜裡 這是鮮毛後邊毛 我們可以用它們的結構 分類 然後你就會發現 人 跟同為脊椎動的魚 比較像 然後跟獻蟲 果蠅水洗比較遠 跟海綿細胞 還有猴菌 還有其他的 真菌更遠 跟黏菌更遠 跟植物更遠 跟植物更遠的話 我們動物起來跟 真菌和原生動物比較接近 因為植物它就更遠了 然後接下來這什麼東西 還有細棗類 還有乾包棗 鹽蟲類 所以其實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這東西是 Universal的一個構造 在所有動物生物裡面 帶來的補充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中心體 我們來打到獎金會考試的東西 我們來打到獎金會考試的東西 好 好 非魔狀構造 好 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中心體 我先講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是我不能讓你不會考試 好 首先呢 就是它的組成 一個中心體呢 如果你看到課本的話 它會有兩顆中心力 兩個這個集拿棒 兩兩錘子 再加上周圍濃稠的細胞質 這個濃稠的細胞質是什麼 其實就是把mother cell mother central 跟daughter central 掛勾在一起那裡做的東西 你不需要知道它的功能 好 補充一下 中心力這個東西呢 是由微管蛋白所組成的 所以中心力當然是充滿 蛋白質的成分 好 功能 最後就是 黏引防錘絲 協助監測體分裂 對整體分裂 動作 動作 協助染色體分離至紫細胞 如果只講課門的東西他會考的東西這樣就講完了 所以剛剛補充在圖片裡為了增加你的熟悉動機 最後一個包起核糖體 先來寫核糖體 核糖體在課程上他都畫成一顆一顆 比較重要是他的分部有兩處 第一個核糖體可以散佈在細胞尺當中對不對 第二個核糖體還可以附著在什麼地方 對 除燒內脂網 這兩邊的核糖體有什麼不一樣呢? 答案是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他們將來負責的任務不同 有三類蛋白質他們的藍圖是交給附著型的核糖體 其他的蛋白質他們的藍圖都是交給細胞尺當中的核糖體 有沒有印象哪三類蛋白質他們的藍圖是由粗糙內脂網做出來的 所以要經過那個加工流程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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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的藍圖 他應該可以做直化的那個架構 有嗎? 有嗎? 10號 分泌性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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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藍圖一定要交給附著型核糖體 這樣子他才能夠被做一些修飾 然後分泌出去 還有嗎? 摩蛋白沒錯 摩蛋白一定要做一些直化 他才會變得油油的 幾號呢? 32 他才能夠相牽在細胞膜上 再來一個 水減蕾 容體中的水減蕾 這幾號呢? 17號 容體中的水減蕾需要 所以其實只有這三類的蛋白質 他的藍圖會被交給出超內脂網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們要經過收視就可以走加工流程 其他蛋白質的藍圖都交給 細胞質的核糖體就好了 這個課本都沒有寫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沒關係 你不會怎樣 不過這是一個收集的整體概念 好 第二個 我們就談到他的功能 我們都說他們可以合成 按照藍圖合成 特定的蛋白質 好 最後是 到底課本上面畫的這些點點 他們的成分是什麼呢? 我們來寫一下 每一顆核糖體 都是由兩種東西所構成的 叫做RRNA 還有R蛋白質 這兩個R都是形容詞 Rod somo 意思就是核糖體的 所以這很無聊 就是 構成核糖體的 RRNA 和 構成核糖體的蛋白質 我們讓大家看一張圖 我們讓大家看一張圖 下面這個是 增核細胞的核糖體 下面這個是 增核細胞的核糖體 Procaria Pro 就是 before before the nucleus is formed 就是 在核形成之前 原核細胞的核糖體 我們是 增核細胞 我們看它 我們的細胞裡面是 大漢堡 上蓋下蓋 然後我們是Burger King 然後原核細胞的核酸體 好 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看到 裡面這邊 紅色的這些 粉紅色紅色這些東西是什麼 5.8s 2.8s 5.8s 這什麼東西 某種RNA 構成的它們的RNA 好 然後這些灰色的部分 是什麼東西 其實是這個 Total size of 是某些蛋白質 所以核糖體這個小顆粒 就是以RNA為骨架 蛋白質裹上去 形成一個東西 它是一個合成蛋白質的體態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 一件有趣的事情 大家猜猜看 你要注意到那個 課本16頁17頁 頁率體一線體有核糖體嗎 對不對 剛剛有專題 我們猜猜看 立線體跟葉綠體的核糖體 是哪一種 上面還是下面 上面 對 為什麼 圓核 對齁 對 所以我們就補充到這邊 葉綠體 等一下 看一下主動的稱號了 不然毫無概念太殘酷了 我們說核糖體是合成蛋白質的體態 這裡就是核糖體 這裡是細胞核 細胞核 細胞核把它某個樣做的蛋白質資訊 從DNA上面蓋起來 變成比較短的RNA跑出來 這個RNA呢 就會讓核糖體夾住 然後這個核糖體夾RNA 就像夾漢堡一樣 拿著Scan過去 上面就有AUCG AUU GGC R 就過去 就會把胺核糖體可以再接起來 就給你蛋白質 按照上面的密碼 這樣 所以核糖體是一個 合成蛋白質的體態 好 沒有問題 我要切掉 這個以後怎麼會講 現在怎麼會講 好 好 所以我們要補充一個地方 核糖體跟葉綠體 作為內共生 還有還有一個證據 五 核糖體是小漢堡 好 那我們的一遮就 上網就 一遮是我最沒興趣的單元喔 因為瑣碎 要不要先把它上完 兩分鐘看到有沒有問題 兩分鐘後 我們就會插一來按 來 我已經可以往隔壁 按著iPad要放進來一點 不要放上去桌子 我會擔心 對 畫起來到美女園 太美 每人得一台iPad 一台iPad可以用三點就可以了 好 還是再來 甚至 欸 同學 還有筆電腦你知道嗎 因為它夠大 買一個外計師的藍牙 進來 可以裝在下面 就可以電腦 有沒有人這樣做 目前說話 你好 在家裡有這樣 對啊 聰明喔 資訊號是這樣子 很厲害 你知道只要買一個 專門針對這個型號的藍牙 你們有時間買到很合適 而且不會當機 抓得很好 就趕快就穿到販蓋上 對 一個藍牙 建牌貴一點的話 那你買多少錢 欸 上門找了 一千多三千多 喔 上門找了一千多三千多 喔 三千多有點貴 但是如果有點貴的時候 就拿一千塊 對對對 有一些雜牌的 我記得我以前很小的時候 都過一千塊 對 那等於有一台本店 對 不知道是不是會妨礙成績 還是會 對 打字會變很快 好 我們請直升幫我操天板 然後召喚一下今天的直升 它是不是後面還有什麼 那三四不知道是昨天還得到嗎 今天 喔 看到喔 好優惠 第一節就一定更新直升 這種慢節也少見了 對 通常說我現在有第一節 然後說 欸 直升上來實 然後大家面面來相 我會唸那個字 去 然後呢 衛生服務長會猜猜的 我想想看 然後就隨便借來打 好 我們就剛過了 實在是常態 我們第一姐已經 真心好資深了 太優了 你導師是誰啊 芬百威老師喔 哇 好厲害喔 芬百威老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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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有還是有點兇 可是我跟你講 兇是點比調出來的 沒有感到非常昏心 好像有在錄音blah 沒關係我沒說 誰兇是不是 好 我幫她一支枮 細胞磨動的能量 那邊鼓勵 carriage 好 我們這一節就要來談 我們的細胞為什麼有能量可以用 你知道我們的細胞需要很多能量嗎 講一個最重要的例子 我們現在的細胞要獲得養分 很多養分在細胞裡面比細胞外面都還多 可是它還是要拿進來 所以它要逆著濃度的梯度運輸 到你們國中學過 我們要利用細胞膜上面的某種運輸蛋白 把東西逆著濃度 違反自然的亂度的定義 把它拿進來是叫什麼運輸 沒聽過 主動運輸 對 還有我們的細胞裡面有些髒髒 其實也沒多髒 但它就不能容忍 就把它丟出去 這也是主動運輸 所以這要耗能 所以我們細胞需要很多能量 包括像肌肉細胞要收縮 需要耗能 那這些能量哪裡來的呢 國中國小 你們可能會選葡萄糖來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喔 葡萄糖不能直接做為 細胞利用的能量 回想一下 課程介紹的時候說什麼 為什麼葡萄糖不能直接做為 提供細胞的能量 能量太多喔 對 好可惜了 還是異解還要幫你講 太多了 葡萄糖遇寒的能量太多了 今天我主動運輸只需要一點點能量 你給我那麼多能量是要幹嘛 就像拿著1000塊 很多的1000塊去夜市裡面要買東西 超麻煩 懂得嗎 1000塊買肉圓買那個太麻煩 這個碗粿都才35塊到70塊之間 所以你拿瓜糖給人家 人家沒辦法找一錢 第一個就是一個浪費 第二個更嚴重 剩餘的能量你沒有用掉的 會以什麼形式善意 有印象嗎 熱 然後我們細胞就會燒毀 對不對 水用葡萄糖是很危險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一下 我們不用葡萄糖 我們要用什麼 好 在談這些東西之前呢 我們先來談一下我們身上的能量 是怎麼來的 能量的流轉 剛剛在講夜律集的時候 大家已經講過 對不對 就是光能中最重要的 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輸入就是外面的光 光就是一種能的形式 很可惜我不能站到外面 然後就把我自己charge 充飽沒辦法 因為光能是一個我們不能利用的形式 但是有一類的生物我們要感謝它 它們可以幫我們把光能存到有機物 對不對 那就是自己生物 它可以把 二兩化碳 它水 這兩個低能的無機物 把它融合成 對 我沒有要罵人的意思 低味能 融合成一個高能的葡萄糖 在光能的幫助下 把光能存進去 這個作用我把它視為全地圖上最重要的作用 沒有它的話 我們大家都不用有能量 所以要先感謝這些生產者 接著我們身上的能量就很方便 你覺得我們怎麼得到這些光能的能量 我們吃吃吃對不對 所以對於消費者而言 要獲得能量就很簡單的 我們就吃吃吃食物鏈 Food Chain 所以當植物體內有了葡萄糖以後 植物可以拿它的葡萄糖合成它的澱粉纖維素 也可以加上其他的元素 變成植物的脂質 變成植物的蛋白質 這些有機物可以透過食物鏈吃到我們的身上 我們都會有這些有物質 我們上面沒辦法寫那麼多 我們只寫葡萄糖 可是大家不要以為 我們真的只吃葡萄糖 所有的有機物帶著能量 都進到我們的身上 好 現在我們都有這些有機物 我的氣泡要能量 我就把這些有機物 氧化分解放出能量 然後氣泡就燒毀了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要把葡萄糖所蘊含的能量 把它轉成到另外一種適合大小的分子當中 一分子的葡萄糖 紅餅 到時候我可以把它的能量轉成到另外一種分子 叫做ATP當中 大約可以轉成36到38個 下課繼續 下課